我們可以開啟舊檔 在我們的Sallywark上課資料夾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圓角練習 幫我打開它 我們把它轉成編著色 能夠看得拼出零線的部分 我們以前有講過圓角 我們來看看圓角裡面還有提供哪些功能給我 當我去點選圓角的時候 首先它給我的第一個功能是 叫做固定大小圓角 假設我給它一個半徑 假設我給它10好了 然後你去選這個邊 選這個邊 它所做出來的圓角 固定圓角大小的意思是說 是從這個點過來10 從這個點往下10 幫你做一個圓弧 這所謂的固定圓角大小 你去點邊 你去點邊 它會幫你做一個我們要的一個半徑 然後在你去點邊的時候 你會看到旁邊會出現這些東西 它會先去預測 看看這些東西 是不是你想要做的導圓角 如果是你要用的 你就直接去點選它 它就會幫你把你剛剛選到的這些邊線 一口氣直接去做導圓角 這是它的一個圓角的基本的用法 之前也有跟同學講過 它選的不是你要的 你就去點它 就可以踢掉 再去點它 就把它踢掉 你沒有選到的 你去點它 它會幫你補進去 你有選到的 你再去點它 它會幫你踢掉 這樣子呢 打一個勾 就會幫你做出一個 我們要的一個正常 最常見的一個圓角 好 那再來 再來 當我去點選導圓角的時候呢 當我去點選這個邊 然後我們可以去給一個半徑之外 假設這個邊是5 另外一個邊想要是1 另外一個邊想要是3 這時候我們可以確定以後 再去下一個指令 可是這樣的壞處就會變成 模型書會變得很多 那會顯得有點亂 這時候呢我們也可以幹嘛 在圓角裡面 它這邊還有一個叫做多重半徑圓角 當我去點選多重半徑圓角 你沒有勾的時候 你再去點這一個邊 它會認為這個也是5喔 你再去點這個邊 它會認為這個也是5喔 當你去勾選多重半徑圓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剛才你選的這些東西 它就獨立出來了 你再去點它 就變成你點4個邊線 4個邊線都可以調整不同的半徑 假設這邊改成1 假設這邊改成3 假設這邊改成2 選擇確定以後 你會發現你所有的圓角 都是收在一個特徵裡面 就不用做4個圓角的特徵 這是在圓角裡面呢 最基本的一些功能 這個等一下同學可以玩玩看 好再來 在圓角裡面呢 它還有一些設定可以注意一下 當我點選導圓角之後 我去選這個邊 選這個邊 它會幫我抓4段 4段做完之後呢 它會是一個相切的狀況 當我這個邊緣是相切的時候 我再去點選導圓角 我只要點某一個邊就好 它會幫我抓到這一圈 我去點某一個邊 它會幫我抓到一整圈 當你的圖形是相切的時候 點一個就等於點到全部的東西 這是選邊線的時候的用法 那它還可以幹嘛 它除了選邊線之外 它還能夠讓你用選面的方式 譬如說我去選這個面也可以 我去點這個面 這樣也可以 我去點這個面 這樣子做也可以 我去點這個面 它會把這個面所相鄰的這些 其他的邊線全部串起來 幫你去做個導圓角 所以說選邊啊 選面啊 基本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幾個同學可以玩玩看 在做圓角的時候啊 這邊都會有預覽 這邊是部分預覽 完全預覽 有預覽的時候 有出現這個黃色預覽 才代表你等一下按確定的時候 才有成功的機會 如果說連預覽都沒有 就代表你這個 將來按確定之後 一定會失敗的 這個也是要去注意到的 好 好